這個失蹤 失蹤真的厲害了 台灣的樂沙是完全不一樣的 台灣的樂沙是新加坡樂沙 跟這裡不一樣 我比較喜歡這家 因為這間比較甜 因為我是南部人 比較甜 讚 這個就是很符合南部的口味 就是甜 有點像我們平常喝的奶茶之類吧 有像耶 真的有耶 這扇子好涉你 可以這段可以這段可以 欸有點可怕欸真的 欸欸欸欸不要不要 我陪你我陪你 我是Youtube 回來了 都可以講 Yeah man 我們要開始我們秉車的第二天行程 我是晚上宿醉 這是我這次住的這個飯店 叫做Museum Hotel 博物館酒店 小小的 它這裡真的很多很傳統的東西 像是這面鏡子啊 還有最特別的就是這個 你看這是開關喔 這個是很傳統的 我以前老家才有的耶 然後就是它房間很小啊 非常小啊 也不便宜啊 不過現在秉城都不便宜 哇床有點亂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張地器呢 是它在1908年的時候 買這塊地 還是買這塊房子 這裡還有寫的尺寸嘛 它的那個整個地器 還有以前的簽名啊 這些東西 已經快12點了 隔壁的女生到現在還沒有寫 還有化妝 剛告訴我 它忘了帶高跟鞋來 還好啊 哪有人旅行帶高跟鞋的 你穿高跟鞋走路不就催 這個酒店呢 它每個房間都只有一把鑰匙 可能還有多一把 備用鑰匙啊 所以它不是那種 磁卡式的 哇這整面牆都是 他們買的那個地器吧 哇以前那寫的英文字 OK 看不懂 房間不多 房間不多 然後你也可以走這個很 傳統的樓梯上來 我們帶大家去看一下它的定樓 幹 很熱 呵呵呵 誰會想要來頂樓啊 這個頂樓 啊 OK咯 OK 這就是它的大廳 這邊有一個很古老很古老鋼琴 然後大家說 不能玩 不能玩 那邊有一個吃飯的地方 哇 這個應該也是我太媽那個年代的東西 對 就 都很古老 這就是他們的大廳 這是個十鐘 十鐘 十鐘真的厲害了 這裡以前是Museum來的啊 以前喔 多久以前喔 十年前 喔 這樣短而已啊 十年前 喔 十年前這裡還是博物館啊 OKOK 早餐 這已經中午了 我跟妳講我平常做事 現在更離譜 就睡到下午一兩點 才會起來吃午餐 年輕耶 嗨 幾點啊 空飯 空在頭啊 吃幾點 欸我台語不行喔 我們等一下要去吃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什麼 辣椒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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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馬來西亞可以曬太陽嗎 你不是想要在太陽旁邊喝咖啡嗎 等一下 我現在 蛤 你不是很屌嗎 說什麼 蛤 好 我們死遊客行程第一站 就是來吃 檳城最有名的Laksa之一 叫做 檳榔路 Laksa 然後等一下我們去前面吃簡論 然後這裡呢 就有Laksa跟炒果條 這Laksa是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的 它我最喜歡是它的那個 鳳梨 馬來西亞人叫黃梨 然後這邊是 炒果條 Auntie 有吃到我嗎 飛機了啦 我前面來吃東西 我吃了 我吃了 黑煎有嗎 黑煎一瓶 黑煎一瓶 OK 我們的豪煎 黑煎跟台灣的黑煎是不一樣的 並稱最有名的Laksa Yeah 先讓我拍一下 喔 手機先吃 竟然不知道什麼是小粉紅耶 因為我不是網軍也不是小粉紅好嗎 我是小 我差點講我是小草 我在說什麼 對你就是小草啊 我是小草 先不要攪拌 跟台灣的熱煎是完全不一樣的 台灣的Laksa是新加坡Laksa 跟這裡不一樣 OK 有新加坡Laksa 新加坡Laksa好像咖喱麵那樣的 我才吃一片的有啦 一片 沒有台灣 台灣有馬來西亞的餐廳 原來跟我認知的熱煎是完全不 那是新加坡Laksa 我們一般的認知就是新加坡的啊 有沒有吃到很多那種沙丁魚 我覺得是海鮮的味道 對海鮮很重然後還有一點沙丁魚 很多海鮮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讚 吃它的那個洋蔥 直接生吃 直接生吃 你們的吃法跟我們不太一樣 比較不會像台灣洋蔥會嗆 對對對 對啊 OK好現在就可以拌了 可以攪拌了 可以攪拌 終於 我真的很喜歡 還有你吃它的鳳梨 鳳梨好吃 哪有鳳梨 黃色 鬆 這個 連續吃三碗都沒問題 我今天還有很多東西要吃 真的嗎 不要這樣 好好吃 這個是蝦醬 可是這個蝦醬我不喜歡 因為很臭 真的假的 要沾什麼 不要直接放在湯裡面 放一滴先嘗試一下 我覺得吃下去是好吃 可是聞的味道好像真的不是很OK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 小姐姐昨天吃過炒果條 我們再來吃一下炒果條 這家也算不錯的 這家比較接近台灣的口味 我比較喜歡這家 因為這家比較甜 因為我是南部人嘛 比較甜 其實在冰城啊 好吃的炒果條 都是有太陽的時候賣 都是有太陽的時候賣 打幾分 這大概有90了 不考慮價格 這個 這個100吧 好啦太高了 99 99 這個呢我們叫做 蚵煎 蚵煎 就跟台灣的蚵仔煎 是同一個米漬 可是這完全做法不一樣 先不要沾吃看看原味 我要表現正常 表現正常 想說我有其他不一樣的味道 但差不多 蠻特別的口感 因為 有點像蚵仔煎 但是 不一樣 對對對 但是它是 就是有粉的味道 對 裹粉的 就是要去樂園玩手 你知道你們冰城那個樂園 是全亞洲最大的水上樂園嗎 好 好 明天我們要去樂園 開心嗎 開心 我全部冰城最期待的就是那個樂園 不是剛剛吃的很開心 欸是 是啊 是啊 OK我們等一下吃一個東西 叫做 煎蕊 煎蕊 它是 皮涕做成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你不要說真的假的 你是在騙人的吧 騙人的騙人 沒有沒有沒有真的真的 你去看 最多人排隊的 好呀好呀 大家記得要買左邊的 不要買右邊 左邊是哪一個 這個還是那個 這個這個這個 不要買這個這樣子 喔好 會被打 會被打 這是 冰欸 像鼻涕 不是鼻涕 就是像麵 就鼻涕啊 不至於吧 兩碗 這裡哪裡可以吃啊 右邊這邊 23 25號裡面可以做 有像鼻涕嗎 不會啊 不像啦 像麵 現在我們吃 台灣叫蔬菜麵 蔬菜麵 對 真的啊 我們很特別喜歡吃什麼蔬菜麵啊 就素食的料理 的一種 抱歉抱歉 這個也是冰城才有的 對嗎 沒有沒有沒有 哪一家都有 對都有 嗯 嗯 台南人 甜 讚 這個就是很符合 南部的口味 就是甜 夠甜嗎 甜跟我一樣 對吧 瞬間沒聲音是不是 消音了嗎 自動消音 它的料其實是 普通 NOMO 對對對 但是這個 這喝起來真的特別好喝 汁 這冰水 對 有點像我們平常喝的奶茶之類的吧 欸有像耶 真的有耶 顏色跟味道都有像奶茶 但又不是的 很接近 剛剛不是有弄那個 白色的刺嗎 嗯 應該就是椰醬 其實它的料是很普通的 就是在於 這個湯是好喝的 夯 對 就是這個冰 應該是它的湯是好喝的啦 非常推薦 因為這種天氣 我們就是這樣吃吃喝喝就好了 不要去什麼升旗山 絕對保證熱死 拜託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說升旗山嗎 是他還沒有來之前 對 拼命的跟我說要去升旗山 要坐懶車 對 然後下午的時候兩三點說 妳要安排事情要幹嘛 就跟我說升旗山有點熱 我還說有那麼誇張嗎 但真的 好 我們到日月潭了 冰城日月潭 妳有去過日月潭嗎 有啊 很多次 妳有去過日月神教嗎 真的 哈哈哈哈 真的是日月神教 妳知道日月神教 妳知道日月神教是什麼嗎 我知道呀 是以前那個影片 港劇 港片那個 金庸 是嗎 這地方就是一個漁村 這位小姐姐剛剛說要換起跑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妳是傻了嗎 這這裡確實是很中國風 這哪裡中國風 有妙就是中國 就是 幸福 像有奶就是娘喔 哈哈哈哈 妳沒有 哈哈哈哈 這段剪掉 哈哈 馬來西亞以前是很多不同 籍貫的人從中國過來 所以呢 我們就會在不同的地方 形成類似黑幫的 真的是黑幫 其實不是黑幫 就是 就是中主的那個關係 聚落 中青啦 中青會 其實中青會 妳再延伸一點就會變黑幫了 對 因為我要幫妳找工作 是 就碼頭搬運工啊 我當然是讓我的中青 而且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不見人聽不懂廣東人講什麼 以前沒有在講中文的 沒有講華語 我們在每一個聚落 不只是海邊 都會有一座廟 南方的華人都會有一個廟的習慣 所以等一下我們去每一個 新四橋都有一些廟 好呀 然後這就是日月神教 所以這個是什麼 哪一個橋 信林橋 林的最好對不對 林的比較原始 喔 我比較喜歡去原始一點的 好呀 就比較傳統一點點 確實沒什麼人 他們為什麼會沒有錢可以修橋 因為這裡 已經沒落了嗎 嗯 就 當地政府不管嗎 不是啊 就是 政府為什麼要管呢 這是一個觀光聖地 所以應該要 這不是觀光聖地 蛤 這裡不算嗎 這是人家的住家好不好 喔 是喔 你們看這裡都是住家嗎 應該要有一些文化補助 就是把這裡當作一個觀光聖地 為什麼要文化補助耶 這確實是住家 可是 感覺也是個景點呀 他們以前這裡就是漁村啊 就捕魚為生 很酷耶 可是他們這樣子蓋 會不會不牢固嗎 馬來西亞會不會有颱風 沒有啊 我們沒有颱風 沒有地震 沒有火山 難怪他們可以一直住這個 所以我們都可以蓋很高啊 因為我想說住在這樣子的房子 會不會不太安全了 為什麼不安全 因為他是在 幹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 你這個橋到底穩不穩固啊 你走了這麼久 然後你還問穩不穩固 你好好笑耶 不穩固你早就發現啊 不可穿鞋進路喔 進路廟不是在這裡 喔 我想說在這裡耶 他這裡有鞋啊 我想說他在那裡脫鞋子啊 不是 你的智商是有157嗎 哈哈哈 你們小草智商不是都很高嗎 哈哈哈 我們只在我們專注的領域上 智商很高 欸 有點可怕耶 真的 欸 不要不要不要 我陪你 我陪你 欸 我有點害怕耶 我們海的孩子 這個有什麼好怕的 只是有點髒耶 來 不是 很可怕耶 你確定嗎 你抓我的手就好 這牢固嗎 到底人在哪裡啊 快點啦 哈哈 你為何要推下去 我在你前面 我怎麼推你 我真的太遠有點大 好快拍 快點 喔 你要拍什麼 我要自拍啊 不是在自拍嗎 在拍影片 哈哈哈哈 你剛剛不是說要拍 然後我就以為要自拍啊 不是 你說 我說你要拍東西 我陪你過來 喔喔 好的 那我拍一下 你說的跨海大橋 是不是那一個鞋 喔 那裡 很長的一座耶 這座橋就是冰威大橋 它後面還有第二座冰威大橋 然後那邊應該是工廠 哎呀 這個看不太到 嗯 所以我們要開車去吉隆坡 就是走那個橋 啊 對 蛤 好厲害喔 那個橋超長的耶 嗯 對 我們那個這個冰威大橋呢 對啊 我們每年12月 會有一個馬拉松 就這個橋 就跑過去喔 對對對 聖林橋 非常原始的住家 不是中國風嗎 算是吧 算你的頭啦 哪裡中國風啦 就是以前我們看那個古裝片啊 就是有時候會 那個漁夫啊 或是有那個蘇生要搭船出去啊 就是有點像在這種地方 蘇生啊 對 就是去另外一個 吉仙跟白娘娘是不是 這是另外一個城市 可能進京趕考那種 然後要搭船啊 不好意思啊 然後就是在這種地方啊 我的頻道很少出現 這麼智障的發言 哈哈哈哈 就 我在給大家想像空間好不好 對對對 對啊 我們這次是新的嘗試啦 以後會減少這種類型 你會減少跟智障低的粉紅出來 哈哈哈哈 你看這不就中國風的住宅嗎 是是是是是 這 超棒的 我們現在聖林橋走完了 我們要去聖州橋 聖州橋 聖州橋就是最多遊客去的地方 這個就是聖州橋 是不是外面就有一個神廟 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再講一次好了 剛剛才講過 哈哈 鄰居當地力量 欸 欸 真的感覺有點像九份耶 真的有點像 就是一個很純樸的小鎮 嗨 然後就是露小小的很像九份 一樣有張燈結彩 就如果過年來講 中國風 就 那九份也是中國風嗎 呃 稍微 稍微吧 稍微 你有看過悲情城市嗎 悲情 我知道啊 誰演的啊 梁超會 欸後面 對啊 我這裡賣的東西真的有點 遊客 對啊 就是稍微 欸我覺得我應該買那個扇子 喔一夜報復啊 對 買啊 你知道這個哪裡賣的嗎 哪裡買的嗎 淘寶 對 哈哈哈哈 中國 哈哈哈 一夜報復跟單身可聊 要哪一個 報復好了 我不要希望財富自由 好 兩個都拿了 欸這扇子好適合你 可以 可以這段可以 這段可以 當作片頭 帥嗎 帥有 真的帥 有那個氣勢 我是尾小寶 哈哈 欸他這個房子很深耶 就是到那裡 到很裡面 對 因為全家人都住這裡啊 娶了老婆 然後生日小孩全部都住這裡啊 只要是姓 姓這個姓 只要姓這個姓的人 都要住在這裡 嗯 如果你離開了之後 你要再回來就很麻煩了 為什麼 就家裡就沒有你的位子啊 真的 哦 我們家以前也是這樣 我爸的家 也是很深 大概有七八個房間 嗯 左邊四個右 左邊六個右邊六個 我阿公以前那個年代啊 他們就是小孩子 如果不想念書 他們會很開心 真的啊為什麼 就我爸那個時候 念完小學不想念了 他就很開心 因為可以去種田 哦去工作 家裡早點幫家裡賺錢 對 原來是這樣 對以前的人 就沒有念書的概念 所以我爸 他從小就覺得我們小孩子應該要念書 嗯 因為他以前小時候不念書 他爸就不讓他念 哈哈哈哈 這裡就是每個YouTuber來都會拍的 我不知道要拍三小 到底有什麼 我覺得剛剛那裡比較漂亮 嗯 很商業化 也是有一點 我覺得剛剛那裡真的比較好 那裡就是居住 對 我覺得這裡應該不太住人了吧 對啊 那裡真的比較好 嗯 YouTuber都來這裡拍照啊 拍 我覺得剛剛那邊比較漂亮 嗯 對啊 因為剛剛是看對面這裡 就會比較漂亮 杏林橋跟杏州橋 最近哪一個 當然是杏林橋 可是我千萬不能講 這樣太多人知道好不好 哦 好啦杏林橋 他住在對面而已 不知道 哈哈哈 到時候大家都擠去杏林橋 哦 遊客應該不會去啦 因為杏林橋好的點在於它的地點是比較好 就是它是可以往這裡看 就往杏州這裡看 然後又可以看那邊 嗯 覺得是比較漂亮 而且這裡是太多了 對而且這裡的人比較多 我們要去吃一個東西 嗯 什麼 很大的碗的麵 什麼什麼 大碗麵 哦 裡面有什麼 大碗 好 go 哎呀 沒有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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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啊 沒有開啊 他的音樂時間是 早上九點半到晚上九點半 星期三休息 沒有緣啊 沒有緣啊 沒有緣啊